他是毛主席的神秘大姐,建国后官制副国籍,其政府是郑国籍。 新中国成立后,夫妻俩人都是我当高层的不在少数,比如周总理和邓颖超,朱德宇,康克钦等,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,但是还有一对夫妇参加革命级十年,妻子是副国籍领导,丈夫更是官制郑国籍, 他们就是蔡畅和李富春夫妇。 蔡畅和丈夫,李富春蔡畅出生于1900年,是湖南双丰县人,蔡畅的家庭比较开明,尤其是母亲可见豪是曾国藩的后人,十分重视子女教育,可是父亲的观念的母亲截然相反,他认为女人读书没有用, 于是蔡畅的父亲私自接受了一小地主的聘礼,打算将蔡畅许配给他做小老婆。 一心想求学上进的蔡畅,得知这一消息,犹如五雷轰顶,可见豪更是极力反对, 1916年在母亲帮助下蔡畅成功逃婚,去长沙继续读书。 正是在长沙学习七点,蔡畅第一次接触到革命思想,尤其是其哥哥蔡和森和毛泽东是好朋友, 两人经常探讨中国的未来,这让蔡畅耳目一心。 1919年母亲葛建豪借钱帮助蔡和森和蔡畅去法国留学,葛建豪也一起同行。 年轻时的蔡畅法国留学期间,一群留法青年经常聚集在一起分析国内外实施, 争论就国庆民之策,蔡畅也在聚会上结识了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陈毅等热血青年。 1923年蔡畅加入我党,负责宣传工作,在工作中认识了老乡李富春。 由于同事不男人,李富春和蔡畅相谈甚欢,也正是在蔡畅的影响下, 本来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李富春,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。 1923年蔡畅和李富春结婚,不久蔡畅就怀孕了。 起初蔡畅为了不影响工作,不打算要这个孩子, 还是在母亲和丈夫的劝说下才生下来。 在铲床上,蔡畅直接做了结杂手术,以表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决心。 蔡畅与邓小平留学归来后,蔡畅成为妇女运动的领头人, 与邓颖超、何湘宁等人,一起领导妇女运动。 大革命失败后,中央副委成立,蔡畅担任副委书记, 当时正值白色恐怖之中,为了安全, 副委之间以年龄未绪编成姐妹关系, 今后相互联络,以姊妹相衬。 蔡畅年六岁大,被称为大姐。 毛主席延安时期照片,由于蔡畅工作能力突出, 很快在党内赢得极大的尊重,成为党内招名的大姐。 就连毛主席,周恩来,邓小平等人都叫她一声大姐。 由于蔡畅活动隐秘,国民党特务都知道有位毛主席的神秘大姐, 可是却一直没搞清是谁。 此后蔡畅又参加过长征,一直为妇女解放而奔波。 新中国成立后,由于蔡畅一直从事妇女工作, 她当选为妇联主席,连任了三届, 后来又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,官智傅国籍。 而其丈夫李傅春回国后先是从事政治工作, 又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奠基人, 后来当选为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, 政治局成为,成为郑国籍高官。